刚从肠胃严重康复的贾静雯 马不停蹄的又出来工作啦 28号她为了和大女儿Angel 一起配音的电影《美美现身》 说起现出配音处女秀的Angel 不知道有没有跟影后妈妈吵架耶 她敢跟我争执吗 不是 我不要这样配 没有耶 因为我不会太干涉她这个 因为已经知道她是紧张 所以你不能跟她讲太多 那你当然听到语气 还是跟她本人在加工我对话的方式不大一样 那她忽然变得很甜美的时候 我又有点 这个是 有点不大对 那美美有没有看到姐姐出来红手 会不会觉得哇 我也想要 目前还没有说到这样的语气 因为她一直觉得我在演角落小伙伴 我也不知道哪一支是我 那一支是玻妞啊 你没发现她两颗牙齿是多的 那个门牙没有 所以她自己很像啊 所以我都说玻妞是你演不是妈妈演 她都搞不清楚 她都是跟同学讲 她说来看妈妈演的角落小伙伴 我说这是妈妈配音配音 她又知道姐姐有演吗 她知道姐姐有配音 因为我们前两天就已经包场 跟大家一起看 然后玻妞坐在我旁边 她就在看 然后她就说 这不是姐姐的声音 这不像 她姐姐就在旁边瞪她这样 至于姐姐有没有借此 想踏进演艺圈 贾经文也帮忙给答案啰 她已经开始自己对于媒体 自媒体这一块是喜欢的 有几次她比如说 她就太性感的比基尼照装 No 我说下次我跟你一起穿才可以包 那像小姐姐在床 说要加入那个营业者吗 加入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还没有听她讨论这件事情 不要从我这边探口 我自己去问她本人 果然姐还是最聪明的